开展育种技术攻关,它迎难而上,助力乡村振兴,它功身力行。 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副所长郑文静深耕水稻抗病分子育种领域26年,致力于解决北方经道抗病基因匮乏问题。 近日,郑文静荣获2022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。 在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的实验室里,郑文静正带领团队发掘水稻中新的抗稻温病基因,进行抗病水稻新品种的选育。 北方耕道里面这个抗病基因非常少,特别难挖掘。 然后我们把这个基因找到以后,将它和不抗病的品种进行杂交,就可以选育到带有抗病基因的品种。 这些品种种到田间的时候,不用打药就能够对稻温病有比较好的抗性。 开展水稻育种工作需要工身田间,付出大量的体力劳动。 春季,它采着冰凉的稻田水在试验田插秧。 夏季,顶着炎炎烈日在水田做人工杂交试验。 秋季,它和工人一起在田间脱力。 冬季,在没有取暖设施的种子库中整理试验材料。 扎根田间26年来,郑文静带领团队 发掘了PI-65等一系列抗道温病基因, 获国家发明专利9项,建立抗病分子育种技术体系一套, 育成水稻品种12个。 新品种推广面积累计达3000万亩以上, 解决了北方精道抗病性改良的卡脖子难题。 它也特别关心我们青年科研人员的成长, 为我们每个人制定成长计划。 每当我们取得一点成绩的时候,它比我们自己还高兴。 心有大爱笃定前行,如今,郑文静仍心怀最初的梦想, 带领团队不断创新,为钟爱的事业奉献着自己全部的热情。 本台报道。